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20峰会今日召开 二十国首脑共商全球经济 这次韩国卯足了劲 要谈经济的发展 二十个国家二十种利益 究竟谁是赢将 要在G20这样一个二十国的差异 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力的心脚共识 难度很大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谢盈盈 今天全球的目光都聚集到了 韩国的首都首尔 二十国集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G20领导人的第五次峰会 在这举行 从全球金融风暴中 一路走来的G20峰会 已经诞生了两年的时间了 和之前的华盛顿峰会 伦敦峰会 匹兹堡峰会 多伦多峰会相比 这次首尔峰会的焦点 会聚集在哪些议题上呢 从峰会上 我们都能够获得哪些 关于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信息呢 从今天开始 我们栏目将会连续的跟踪报道 我们的关注点呢 也首先从G20峰会本身开始 今天二十国集团首脑相聚韩国首尔 召开G20第五次首脑峰会 本次会议将以汇率 全球金融安全网 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和发展 为四大主要议题 这是G20首脑峰会 首次在亚洲国家举办 也是第一次由八国集团以外的国家 担任主办方 主办国实际上 它是一个议程的制定者 一个思想的碰撞的组织者 它是一个理念形成的一个推动者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李道奎告诉我们 这次峰会的侧重点 将从以往的应对金融危机 转变到发展上 这也是首尔峰会的独特之处 韩国希望通过这次峰会 促成各国之间互助机制的建立 以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危机 这次韩国卯足了劲 要谈经济的发展 如何帮助这些新型市场国家发展 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能够搞一个全球的各国的互助机制 如果短期内某一个国家出现了外汇储备的不足 那么由一个大基金可以来短期的帮助一下 那这个帮助跟传统的IMF 传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不一样 这是不要附加条件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复苏阶段 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化也在逐步扩大 这将是本次首尔峰会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我认为它不可能 我们会找到世界的正确后 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十分极致的 非常困难 而这些问题在各国际货币基金 是非常不同的 而美联储近期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也进一步加剧了矛盾 Some analysts say that the G20 looks more like the G19 plus one these days and that plus one well that would be the U.S. outrage over the Fed's $600 billion bond buyback spree is mounting President Obama is already gearing up for the criticism and began firing back yesterday Every country I think is concerned right now about what other countries are doing at a time when the recovery is still fragile but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every country that participates in the G20 will benefit if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is growing The President's words have not stopped other G20 members from calling the state's economic agenda clueless The countries fear greater inflationary bubbles and rising exchange rates The fact that the U.S. dollar has been the dominant global currency is also an issue that has some leaders You know hoping that they will address this issue at the G20 Perhaps it's hard to say that there is a winner at the G20 But certainly the U.S. will get a lot of negative attention at the meetings I think the pressure on the leaders of the G20 is such that everybody expects results And even though it is work in progress most of the issues which are on the table cannot be implemented overnight But the main thing I think which has to come out of Seoul is that there is an agreement how to move forward and how to implement That I think is the least what we can expect from the meeting G20峰会呢 尽管是各国寻求合作协调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但是从前四次峰会的实际状况来看 它也是各个主要经济体维护自身利益的博弈平台 从国际金融危机第一轮风暴袭来 到后来全球经济初步回暖 逐步地步入复苏的轨道 每一次峰会关注的热点不同 争论的交定也在不断地转换 从中的我们也能够看到 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和世界经济新格局的艰难步伐 纵观世界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 长期以来 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方向 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 1976年G7成立 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 西德 日本 意大利 加拿大 在随后的20年间 七国集团通过每年举行峰会 协调各自经济政策 从而主导世界经济的走向 1997年 俄罗斯被接纳为正式成员国 G7变成G8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国际社会认识到 国际金融问题的解决 除西方发达国家外 还需要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参与 最终在1999年 20国集团诞生 成员包括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加拿大 俄罗斯 以及中国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巴西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 沙特 阿拉伯 南非 韩国 土耳其 和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 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 国内生产总值 和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 分别占90%和80% 最典型的就是 既覆盖了发达经济体 也覆盖了这个 发展非常有活力的一些 代表性的大的发展中的经济体 所以代表性更强 但G20诞生之初 仅局限在每年一次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并未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实际作用 世界经济及其他全球性问题 主要还是由G8或G8加5非正式对话机制讨论解决 其实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格局 就是亚洲金融危机 导火索是亚洲国家自己 所以发达国家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 自身有切伏之痛的一个危机 而且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区域性的危机 它对于全球的扩散和冲击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 2008年以来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 G8清楚地意识到 单靠八国的努力是不可能摆脱这场全球性灾难的 而G20这一代表性广泛 机制相对成熟的对话形式 就此为推上前台 这次金融危机恰恰是由发达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引发的 所以仅仅靠八国集团是很难应对的 所以这样就直接使得G20在空前的危机里面拖延而出 成为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平台 它本身反映了这一次金融危机和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 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重大的变化 2008年11月15日 在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 20国集团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金融峰会 如何处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成为了第一次首脑峰会的焦点 而20国集团成员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会议通过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华盛顿声明 声明承诺决心采取共同行动 改善对世界金融市场的管制监管和全部运作 动用所有经济和金融手段 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但是由于经济利益和立场不同 各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 在第一次峰会上 欧洲可能非常强调加强金融监管 强调美国的金融监管的不到位 出现了重大的缺陷 金融机构的过度的投机 引发了全球的一次金融体系的一次大的危机 但是可能美国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 说全球的平衡不平衡这个方面 所以你看到第一次的公报 尽管说要强调共同应对危机 强调也要进行金融监管 但是呢他实际上没有对 比如说这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美国提出明确的批评 这是欧洲一直强调的 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则要求重塑国际金融秩序和世界经济格局 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国际货币基金的投票权是一个代表了 要体现在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相对地位的变化 2009年4月2日 G20首脑在伦敦举行第二次峰会 美英作为现有的世界金融格局的缔造者和受益者 强调如何度过危机 而法国德国等则希望抓住这一重大的历史机遇 来改变美国和英国所主导的金融格局 而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希望各国携手度过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也希望完成金融体制的改革 从而反映出自己更多的权利 除了中国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还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资金短缺 因此他们希望发达国家 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短期金融援助 尽管有众多分歧 但是面对金融海啸 各国依然能够团结起来 采取共同行动应对危机 2009年9月24日 G20第三次首脑峰会在匹兹宝召开 此次峰会宣布 G20取代G8成为商讨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在这次峰会上 各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开始凸显 美国在会议开幕前 便抛出了平衡全球经济的提议 意图将注意力转移至中国 德国等贸易盈余国家 而德国则强调 金融市场监管依然是首要问题 在IMF改革上 各国也存在分歧 美国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削减欧洲国家的席位和投票权 但是英法等国则认为 投票权改革应该和美国的一票否决权改革同时进行 此外 法国明确表示 希望银行业奖金实行封顶限制 但是美国对此却仍然持保留态度 2010年6月26日 在多伦多召开了G20第四次首脑峰会 这次会议上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 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分歧 美国的首要任务是保增长促就业 因此要求继续推动经济刺激计划 而欧洲由于面临主权债务危机 首要任务是削减财政赤字度过危机 因此主张紧缩财政 有别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三次峰会 本次峰会没能就核心问题达成一句 按照国际舆论认为 多伦多的这个第四次峰会 达成的有效的成果 就明显小于在危机时期 这个华盛顿峰会 伦敦峰会和皮子堡峰会 因为危机时期 大家感觉到有一致行动的这个迫切性 那么这个经济开始分化复苏之后 要在G20这样一个20国的差异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里面 寻找共识难度很大 G20从它成立之初曾被寄予厚望 但是由于各国利益的分歧而争议不断 这自然也影响到每次峰会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在2008年召开的华盛顿峰会上 20国集团领导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 就应对世界面临的金融和经济问题的措施 达成了行动计划 并在加强金融监管 强化国家合作等五个领域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 美国日本欧盟等20国集团领袖 还作出承诺 至少12个月内 不会施行保护主义措施 然而这些领袖们的共同声明磨迹未干 许多国家就把这一承诺抛在了以后 在峰会结束仅仅三天 印度就宣布对进口豆油开征20%的进口税 印度尼西亚宣布对至少500项产品实施进口管制 紧接着 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也纷纷调高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 一场贸易保护混战就此拉开序幕 全世界都是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候 发达国家现在正在讨论它会不会阿尔斯坦地 他们把货水外引 那么从国内的政治舆论来说 从国内的这些利益团体的压力来说等等 这些方面很容易使一些国家 它加大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这种倾向 汤敏告诉我们金融危机爆发的特殊经济环境 是这些国家没能遵守承诺 而纷纷掀起贸易战的主要原因 在首次G20峰会召开的12个月之内 20个成员国中有17个国家相继实施了贸易限制措施 某些国家你一采取一些政策来侵犯了我 所以我也不得不去做些什么防御的政策 每个国家都认为它有一定理由 每个国家都出于各种各样的说是因为你怎么样了 我才怎么样 最终首次华盛顿金融峰会被很多媒体认为是承诺太多行动太少 只能画饼冲击 如果说在华盛顿峰会上 G20各成员国还有一些时间来争论谁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那么在2009年4月召开的第二次G20伦敦金融峰会上 如何摆脱目前危机 如何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如何防止危机再次发生 则成为伦敦峰会的主要议题 在这次峰会上 多个国家在声明中承诺 自觉不从事竞争性货币贬值 但这一承诺的时效也大打折扣 就在不久前 美联储刚刚宣布正式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 由于美元是国际上的中心货币 它一扩大流动性 并不一定能复苏美国经济 反而流动性就会流到其他各国 那么引起了各国汇率的波动 所以9月份以后的各国汇率全部都开始波动 那么各国为了平移汇率 有的国家就开始汇率干预政策 不管量化宽松政策能不能刺激美国经济复苏 但它对其他国家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让很多经济学家感到忧心忡忡 你看现在各国都竞相在贬值 或者竞相在量化宽松 竞相在扩大他们的货币政策 这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发钱 那么最后结果是什么 就是出现全世界的流动性过剩 各国都发钱最后结果就是 整个的全世界通货膨胀上涨 很可能这个危机可能会变成一场更严重的危机 事实上G20的前四次金融峰会 在世界各国携手共渡金融危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很多在峰会上已经达成的共识 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 那么现在它基本上说还是一个论坛形式的 是大家达成共识 但共识并不一定是大家 是个决策或者一个政策性的机构 一定会要这么办 实际上在G20峰会上 我们看到的合作也罢 争论也罢 都是后金融危机时代 全球重新调整经济板块的一个缩影 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复杂 中间充满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那么作为一个在危机当中诞生的对话机制 G20峰会能否走下讲坛 真正的把领导人的口头共识 变成各国的实际行动呢 一分钟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回顾G20峰会两年来的历程 峰会最初展现了全世界面对金融海啸 同舟共济 互利共赢的精神 给身处危机中的人们带去了宝贵的信心 可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演化和议题逐渐深入 也有人对G20峰会有了更多的期待 不仅是希望看到各国领导人坐而论道 更希望他能够发挥出时效 这样的期待能够实现吗 我们再来听听各方的分析 G20目前对于各国而言 更多是一个论坛性质 它不具备任何约束机制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G20的峰会似乎象征意大于实际效果 不过曹远征认为 G20峰会的价值在于 全球能够在这样一个论坛上 了解熟悉彼此的需求 从而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共识 曹远征认为就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 G20只是一个国际合作论坛 不能赋予G20过高的期望 这一看法也得到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的认同 首先第一个G20他本身他不应该有太多的约束力 他是一个还是一个大家之间的一个共识的推谈 所以在这里头首先一个就是要强调合作 我们过多的去关注他的什么承诺 或者这里头有什么最后谁不遵守了会给他一个什么惩罚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过高的期望 对于G20目前发展阶段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汤敏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老是讨论那些敏感解决不了的问题 不注重求同 而且老去讨论那些存异的地方 他就应该来说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个就是这个G20他本身可能需要一些试错 在这种摸出的时候过合的过程中 可能要多是几种方式 目前来说老是几种一种 基本上一种方式 或者一两个题目老在的讨论 能不能在多几种方式 看看哪个比较好过合 那么G20峰会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被推上全球经济的前台 但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平稳 G20峰会究竟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令全世界瞩目 它的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 他现在正在一个十字路口 是不是要把它常设化 机制化 那么上次在多伦多峰会中间 似乎已经含了这个意思 说是要努力把它做到机制化 这种机制化的可能性 大于他这个是 其他的可能性 曹远征认为 G20如果要对世界经济起到更加明显的作用 必须向机制化的方向迈进 而这一看法也得到汤敏的认同 如果说危机之前我们需要G20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更需要G20 金融危机的阴霾看似渐行渐远 但是各国经济复苏的不一致性 还会暴露出层出不穷的问题 G20正在面临着重大的考验 如何完成从拯救危机 到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使命的转换 如何把这一机制常态化 从而使全球经济能够在各国共同利益的推动下 稳步前进 这将是G20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这20个国家它占世界GDP大概80% 如果这20个国家在某些问题上 能够有一个共识 能够一起来推动的话 它对世界经济一定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绝求经济的正在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 最初的恐慌和彷徨正在消退 但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 依然没有解决 一些人甚至还是寄希望于用传统的货币战 贸易战将眼前的危机转嫁给别人 这些引阵止渴的办法呢 丝毫是无助于全球经济走向复苏 只会给为了世界埋下更加危险的一块 就是因为这样 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关闭对话大门 而是继续加强对话的广度和深度 把各国在博弈和协调当中达成的共识 变成大家互同追求的游戏规则 不管怎么说 二十国极票领导人峰会呢 都是期间为止全球最高层次的经济对话 我们有理由期待 随着它走向常态化和机制化 让世界经济听到的是更多的福音 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声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呢 您可以登陆我们栏目的百度贴吧 来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您用什么样好的线索和建议 都可以发到我们的栏目QQ号83083 稍后呢 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